那时候没有发觉到任何的 我觉得是专业精神 我过后就有问丽萍说 为什么这么瘦 我在这里想跟她的家人说 起来顺便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振作 其实我们私底下有在问 而且我们在猜 不过可能 我觉得我尊重她的隐私吧 因为她很明显的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最好是 因为昨天晚上在拍夜戏的时候 就收到那个消息 那时候已经有请我的萨莉斯 去找另外一套 不过太迟了 而且这套衣服是蛮久蛮久 就是可能是一个月前 已经是说好是会穿 所以我们只好披着这个外套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因为我们的衣服不是临时决定 是有一阵子 有一段时间 对 我觉得 她去了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吧 那我也期待 然后我希望 我认为他会在安静 我认为我们就应该这样看待 而不是太 对 我觉得应该乐观地去看 我认为每个人都感激烈了 我认为每个人都感激烈了 我认为他很高兴 我认为他很高兴 他很疼我 他很疼我 我记得当我们在这边拍摄《九九五》 我们在这边拍摄《九九五》 我们全都被灭掉了 我买了一种类型的类型 然后我拿了一种类型的类型 然后他就一直在看我 他就一直在感谢我 这就是一种很小的东西 但是他会很厉害 他不是一个人的类型 不过去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类型我们不常看到现在 它就是那些小事他真的记得, 那就是非常随着他。 我认为每个人都感到伤害, 尤其是在家的工作之前。 尤其是向云jie,我认为, 当他们开始一起, 当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认为他们会感到更多。 我认为他有很多次工作, 他有这种能力, 他永远很高兴, 他永远很高兴, 他永远很放松。 所以我认为, 我们都会记得, 我们都会记得。 你记得吗? 是的。 我听说, 他在休息, 然后就暂时在家里, 就是在疗养。 然后也同同同, 其他同事, 口中在打听, 说探听, 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他们都说, 跟他传短讯, 通话, 他都说, 一切还好。 然后说, 他OK, 没事。 然后也从我们自己公司也发布, 说他的近况, 他也说他OK。 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要休息, 我不想再去打扰他。 然后其实在疗养中, 我们其实希望他能够好好的, 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开朗, 然后又很活泼, 然后也很坚强的人, 我们希望他能够快点康复回来。 所以没想到, 昨天我收工回家的时候, 就接到这样的消息, 其实是有点点愣症。 其实还没有真正反应过来, 就是其实一直在忙, 所以没有真正反应过来。 今天看到画面的时候, 就有很多感触就来了。 没有最后一次我们跟他谈过, 其实过后他, 我们有通过, 就是通过转讯跟他联络, 然后他说, 其实大家关心, 我现在是想在家里调养, 所以有时间, 有事情, 我们再会联络你们。 所以基本上他的Message是说, 他会自己联络我们, 希望他自己在家里去一室, 不想说大家去干扰, 就是他想自己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给他自己的空间, 就常常去问候, 打电话问他发生什么事。 我只记得跟他拍戏很舒服, 因为在从小, 就是以前看电视还没录行的时候, 就看他的戏, 就是真的是看他的, 就是跟向云姐的两部, 就两个情侣的戏长大, 然后在后来第一次跟他合作, 其实蛮兴奋的, 因为他是一个前辈, 让大家很尊敬的, 然后因为我本身喜欢, 就是属于这样好像老师型的人的形象, 然后进来之后, 进来这一行的时候, 了解他之后, 其实除了他的人很正直, 其实他是很风趣的一个人, 然后在拍戏的过程中, 虽然是新人, 可是他从来没有给你压力, 他就是常常很有耐心的就是教导你, 然后就是说带你入戏, 然后整个感觉是很轻松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工作是, 即使多困难, 我跟他拍戏, 常常导演有时候给很艰难, 或者是怎样的要求的话, 他都不会有, 恩话不说的就去配合, 他的工作态度还蛮好的, 第一部戏我倒不记得, 我只记得最后一部戏, 我跟他一起拍就是阿弟, 就阿弟的时候, 我记得收工那一天, 我们还很开心大家一起, 他买了很多食物, 要请我们吃, 我忘了什么他请我们吃, 那时候我忘记了, 就是好像是两年前, 他好像得奖是什么, 陆维时大什么, 忘记了, 他就很开心, 他就说, 哎,请大家吃, 请我们吃很多东西, 还说哪里的好吃, 还有豆花, 买了很多食物, 请我们大家吃午餐, 然后拍还蛮开心的, 我想, 恩, 我想, 恩, 我们很沉静, 你遇得好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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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